台湾的通讯产业是不是已经完全跟中国大陆连结在一起了 今天大陆高层率团来台签署两岸4G和5G的合作协议 还喊出要两岸一起实现中国梦 不过其实不久前行政院官员和学者都提醒 两岸通讯产业合作要平衡考虑国家安全和通讯安全 因此如今两岸合作发展5G的进程如此神速 就更加值得关注 由大陆工信部高层领军 包括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甚至华为在内的70多名代表来台签署合作协议 不但抢在台湾4G执照事出前夕 进一步来台卡位发展中国大陆的4GTDLT技术标准 甚至提前来合作未来的5G共同标准 在台湾喊出两岸共同实现中国梦 中国大陆布局下一代通讯技术动作频频 不到两个月前行政院才刚刚宣布 台湾要开始布局5G 提前卡位下一代通讯技术就传出大陆要两岸合作 当时行政院政务委员张善政这么回应 话才说完第二天大陆工信部副部长刘丽华 就喊出4G要合作5G也要合作 4G要合作5G要合作 从现在开始5G就要开始合作 同一天台大电信工程研究所教授就提出警告 关键的通讯产业不能放掉 你不能把个别厂商跟中国那边的搭桥合作 当作最优先 然后放掉国家安全跟民众对通讯安全 特别对通讯自由这样的一个宪法保障权利的影响 没想到才过了五十几天 台湾4G执照都还没有发下来 两岸就要合作4G和5G的共同标准 甚至喊出要两岸共同实现中国梦 这个应该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基础建设 国家重要的基础建设 对岸积极搭桥来台发展 下一步计划要共同开发大陆的TDLTE网络晶片 以及手机等终端设备 新唐人亚太电视鲁天常务博生 台湾新本市报道